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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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长期这种植物神经功能稳断的第一 长期的治疗它实际上给病人的大夫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严重的重 但是对病人是个持续的一个困扰 那么长时间治疗不好的 除了病情本身加重以后 给病人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扰 另外由于长期的疾病不能恢复的话 会对病人的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长期的病人会把一些焦虑或者抑郁的一些情况 还是注意平时注意一些精神的调节 比如说要放冲分散一下自己的精神的注意力 通常这种减少这种诱发的因素 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大部分的病情发作 当然对于一些不受精神控制的这些的情况 需要提出就医和具体的情况 中医对就是慢性调理 因为这个植物神经功能蚊 很显然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神经系统 一个调节性的一个混乱 那么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优势 在这个方面很中医的 它可以慢慢的进行业调整 因为从总体来讲就是植物神经蚊 从西医的药物治疗角度来讲的 并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 那么但是中医呢有很多药物这种全身的调理 全身的缓解都有很好的一些治疗作用 那么在这类疾病上中医是疗效的 应该是忧于心意的 这种病情的发现 一般它比平常肯定下严重非常多 感到很多的多汗症 手里是永远都是汗清晶的 它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还是在凉爽或者是湿润分 它是因为神经功能混乱引起的 所以它跟它的环境到关系没有那么大了 而我们正常人从来是在某些情况下 有某些大部分的情况下 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它的出汗的情况的严重程度 也比正常的严重了很多